欢迎收看海峡拼金记 我是吴雨淑 两岸饮食习惯虽然有差异 但细细讲究 有时候会发现 其实相似之处还不少 像是重庆的酸辣粉 入口Q带带非常的有嚼劲 口感几乎跟台湾的 波霸粉圆QQ粮圆没有两样 有重庆来的老板娘 观察到台客喜好 就把老家的酸辣粉做法 引进台湾 天天依着老派传统 手工现做 再败整酸酸辣辣的酱汁 爽口又开胃 让台客大呼过瘾 在过中午时分 小小面馆已经兵荒马乱 主面台上粉丝爆棚 来 酸辣粉呢 来 四桌的酸辣粉 人气满点的就是它 本桶的粉条沾满红油酸辣 西里葫芦开胃畅快 还有满嘴断断 它就特别的Q弹 看起来算很像米苔菇 只是它比米苔菇还要Q弹 还要够紧紧 粉条 是粉条 辣的粉条 Q带的口感跟珍珠两园 没有两样 大满足的绝感 来自重庆姑娘手动拍拍 民间的在重庆四川那边的重庆 手工酸辣粉就这样做的 浓重诚实的地瓜粉箱 滑过筛孔顺势而下 做法类似客家米苔木 但多了拍拍节奏不能停 因为滑溜溜的像胖瘦头尾都一样 就得拿捏手筋 刚开始真的是会很难 那个手会举起来 现在久了以后就还好了 手筋也练出来了 他们常常跟我说 谁要跟你打架的话 是比较麻烦的事情 随着地瓜面体逐渐转熟漂浮 速速泡进冷水里 从此晶莹定型Q彩影机 它的Q度很够 看到没 像我们小时候跳的橡皮鸡一样 马兰花开21 256 257 28 29 31 就这种客户弹镜 真的是 这带张荣老家 是非常老拍的做法 别说台湾罕见 包括在重庆 多半也已经跟米粉泡面一样 改用机器生产 大量采购工程问题 张荣却灵魂天天淘牌 做这个是很辛苦的 真的是很辛苦 自己手工做的 和那个机器做的口感 真不一样 规模的性格 也展现在川味经典水煮鱼上 尽管红油泼辣 焦香逼人 鱼肉入口尽是麻辣 但草鱼的鲜度 仍旧不需打折 买那个鱼 一定要买很新鲜的 这个很重要 如果它不够新鲜 不管你麻辣味再浓 但是它吃起来鱼腥味 始终都还存在很重 虽然在山城里长大 对鱼仙却毫不陌生 当年一下子住在汽田边 放学后最大的鱼了 就是跟着哥哥下田摸鱼 我看到那个里面 好像很多在冻那个水 我就跑下去一捞 哇 里面好多鱼啊 结果就捞了很多鱼 那天就像大风手一样 所以说我现在就还记忆有些 除了兄妹两家菜 餐桌上甜甜褚色生鲜 要是衣食班课吃不完 老妈还会养起来 确保下锅之前还是火力生猛 大一点的鱼呢 我妈妈就会来 把它烧成麻辣的 煮成鱼汤 给我们喝 还有就是小小的呢 我一直面粉 然后在油锅里面炸 炸得很酥脆的 就直接这样拿起来这样吃 也是很美味的 在老妈的手上 预先有了各种变化 尤其是把它调味 所以是开胃 花椒辣椒下手都非常好卖 小时候都吃得很辣 你看吧 家里面的人都会吃啦 一般从两三岁三十岁 大人吃的时候 都会多多少少 我们会沾一点点 而且就是什么 那个锅 炒菜炒得很辣的锅 你不想它辣都不行 别人说锅都是辣的 那个辣气 它已经进到那个里面去了 那个时候找妈妈做菜 小张容一定跟前跟后 特别是这梅干扣肉 猪肚奶上的肥五花油香似玉 入口即化却毫不油腻 脚厚的表皮则包有Q弹 不会软烂成一团 肥美的滋味是小张容的儿时最爱 那个肉一熟了 第一时间就是往我嘴里面塞一块肉 我觉得那个吃着小时候 吃着那个肉真的好鲜甜 然后好香 你想嘛 很大一块肉塞在嘴里 总是包不住的 然后那个油会顺着嘴角 这样流下来 所以说现在回想起那个香 那种甜蜜感在母亲身边的那种 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的事情 现在生活好过了 吃猪肉一点都不难 但妹妹赏念幸福的滋味 就会凭着记忆复制妈妈在厨房里的身影 以前没有瓦斯冰箱 我们就是怎么呢 直接在那个火上面 这个炉子上面直接这样烧 尽量把它烧得表皮有点红糊的 这样猪皮才更香 基本上有点发黑了 这样子这个猪皮才好吃 猪皮上的脏东西烧到脚可以碳化 再彻彻底底刷出刮劲 最后泡进花椒姜水里 竹区一身肉腥 直到干净清爽了 才能开始美味烙力 红天一炸肥油喷发 平台Q感就从这里来 但多了这道工 可让张蓉眉头深锁锅干变盾牌 我已经记不得要不要拿盾牌了 我是很怕的 它差不多 它有一点黄黄的 焦焦的 这样才好吃啊 蒸起来 切了薄片再铺满咸桑梅干 果真入味当自己的零嘴 偶尔做多了就拿出来招待熟客 从此成为老饕 偷偷预定的私房菜单 他们太多私房菜 如果常来的话你才会知道 而且量不多所以不好定 就是它有炸过 所以它这个皮那边会比较酥一点 吃起来比就是客家口味点 还要再入味一点 客家的比较甜 对 这个比较稍微咸一点 然后有点甘味 就不但不是甜 就是让你觉得还蛮下饭 人气口碑完全不输客家风味 甚至有饭店委托代工料理 这山城姑娘的家乡美味 不只走出了老家重庆 还在海峡的这一案 彻底征服排测老套味蕾 台湾大街小巷鲁味摊林立街头 这家鲁味却能把传统小吃做成年营收破亿的生意 老板维持传统火烧蔗糖 先卤后熏的料理方式 把复杂的工序SOP标准化 一只鸡腿卤到连骨头都有香气 他练兵17年老味道风鸣府城 连大陆餐饮企业都上门谈合作 接下来老板要把技术输出 针对大陆各省调整口味 吸进破点 烈火赤焰 烟雾弥漫 这是台湾传统糖薰鲁味 经典复刻滋味 鲁味是在煮的过程 这个焦糖是透进在这上面 不过它整个里面 背面也是都有 所以它整个焦糖的香气都在里面 鸡腿出炉 卤出一身骨头色泽 老板书彥伦能把鸡腿卤到 连骨头都有香气的功夫 从小细节开始环环相扣 食材抵达厨房得先经过阿姨修柔 为了维持口感 鸡爪要修剪指甲 鸭血得全身抛光 去除细毛 像这边一般有一些细毛 可以点这边 我们都把它清洗完成 要把它弄干净 斑拿一箱的话 我们要洗个一个多小时 五甲一滴酱油的鲁汁 建构汤底消味基础 靠的是这一锅每天熬煮的 公派公汤 我们是采用新鲜的鸭肉 还有大骨 猪大骨这样 因为它鸭肉本身会比较清甜 所以我们每天都是要熬 比较浓郁的那种高汤 来做我们的基底 把猪骨鸭肉熬到粉身碎骨 取其精华 加进成年老鲁汁里 鲁制鸡腿全程得小火慢炖 连搅拌都只能从鲁底微微制造坡豆 避免鸡皮松脱 主要是把它弄均匀 这样我们等下起锅的时候每一只都有熟 起锅食材卤得油油亮亮 趁热排列整形准备糖薰 这是台湾的二砂 这一般我们传统这个比较有糖的香气 只见师傅把砂糖倒进炉子里瞬间糖香自散 利用800度高温立火烧糖 制造大量的烟雾 在食材上互备一层浓烈熏香 你用那个天然的糖下去熏的话 它有蔗糖的香味 那一般外面有的人他是用蔗糖香精 他直接就涂上去就染色而已 他没有经过用糖下去熏的 那个味道会比较不一样 苏元伦十多年前原本从事防征业 他遭遇金融风暴被公司裁员 当时他的老丈人在菜市场卖滤味 餐饮菜鸟误打误撞 闯进水深火热的厨房里 那我也就受不了 因为我们又不是从小做那一个行业的 我们真的没办法 后来我就说你不盖个工厂 把它现代化一点 你这样子我受不了我不要做 于是苏元伦坚持把传统厨房转型盖工厂 却遭到保守亲友强烈反对 打熊接温度 因为他认为说 第一个卤味干嘛要做这个 第二个我又是外汉 就因为是门外汉 苏元伦当时在南部餐饮界有许多创举 他把复杂的五制工序 SOP标准化 帮月付的卤味摊成功升级 自己也跳出来建立新品牌 还开启不需要主厨的中餐馆 我用工厂的标准化的东西 在十年前开餐厅尤其开在南部 那是很先进的一个作法 结果没有用 如果现在来开就有用了 连开两间餐厅都惨赔 但两千多万元的学费没有摆缴 朱彦伦当初为了经营餐厅 设计出各种下饭的滤味菜色 在他重新出发时 小兵立大功 我这个至少都一公斤以上 熟成的时候 那像我们买进来的时候 要1.7公斤 一颗小卤蛋也从绿叶变主锈 成为明星商品 我们要卤三个小时 让它入味 它的蛋清蛋黄 它会产生Q弹 很有弹性的 让蛋在滚滚卤之中互相撞击 才能撞出Q弹口感 针对不同食材 自有一套相应的乳制方式 17年的历练 苏彦伦早就从当年 备受质疑的外行人 晋升成南台湾乳味王 知名度甚至红到对岸 我们去参展的时候 让他们请他们来看 他们觉得没有看过 乳味可以这么包装 然后这个味道 是大陆没有的味道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酱乳的 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有商机 因为台湾乳比较重口味 重咸 重甜 重辣 然后烟熏的干干嘛 有一点咸咸 但又不会太死咸 这样会很想一次再次 不只有实体店面 苏彦伦也进沟连锁超商 卖乳味整合虚实通路 也将跨出台湾市场 他计划输出技术 含露气两岸合作 扩大卤味事业版图 虽然我们把我们的技术 可是口味没办法全部移植 因为它每一个地方的口味不一样 所以还是有时候要用一些logo的人 当地的人 你才能去适应他们当地的口味 当初从一天一夜额不到一彎也的业绩 如今年营收突破 上亿台币 卢卫南霸天 接下来要打造更先进的央厨设备 多角化经营 餐饮品牌 吸进图点 护货两岸 偷客味蕾 接下来带您到大陆最北的省会 哈尔滨走走 这是一个不怕冷的城市 冬天冷 玩雪 赏冰 夏天凉快 其实也商机无限 今年才办到第二届的哈尔滨马拉松 就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三万名的跑者前来共襄盛举 而大家这也才发现 夏天的哈尔滨一样魅力无限 就连大陆知名的房地产商 都打造室内冰雪乐园 让游客夏天也能够享受滑雪的热趣 拉动经济成长 清晨六点 凉爽14度气温 在哈尔滨有一场万人马拉松 热情登场 我们是无人的跑者 跑步场将滑会 好友拼行头拼气势 哈尔滨今年第二届举办路跑 吸引当于各路好手前来一较高下 准备挺充足 提前两个月就开始准备了 去年那口碑特别好 然后今天想来跑一下 而且说那个哈尔滨特别美 这也是我第二年参加马拉松比赛 因为我有梦想 3 2 1 比赛开始 紧张今天比赛开始了 一天的哈尔滨赛日 哈尔滨赛马拉松 总共有3万人参加 当然门票收入就有600万人民币 而这场赛事下来 遇过为哈尔滨带来 数千万人民币的收入 这是哈尔滨买的那个小腿套 这个腿套大概是70几块 连台湾跑友也组团跨海挑战 三天行程下来 机票住宿外加消费 算一算台币两三万元起跳 因为参加国外嘛 就是一直一个经验跟体验 应该钱就是事先就是鬼话 因为其实你跑任何地方 都差不多是这个钱 这场马拉松也活落了周遭的经济 一公里外的中央大街人身鼎沸 商家小吃摊贩 抢赚 游客财 大肉丸 哈尔滨中央大街 必须在大肉丸的 这叫大肉丸 类似红烧狮子头 道地的哈尔滨小吃 还有充满二世风味的红肠 大猎包面包 你看这哈尔滨红肠 老口的大猎包 够 这这么吃的话 有点热啥 一定要把它歇成 50岁的贾济海是哈尔滨人 开餐厅很懂得行销 找了俄罗斯美女舞蹈 增加浪漫异国情调 他更知道哈尔滨的在地优势 哈尔滨的有三大怪 就是这个什么大面包像锅盖 喝啤酒像灌盖 这个红肠穿成大项链 这就是哈尔滨人的一个 个体互有小盘算 大陆首富也有大计划 这是王建宁新开的冰雪乐园 让游客夏天也能享受滑雪乐趣 很开心啊 很兴奋啊 我是第一次滑雪 室内比较安全一些 因为我不会滑 我很紧张 6万5千平方米的场地 比台北中山足球场还大四分之一 号称全球最大室内冰雪乐园 今年6月在哈尔滨开幕 让滑雪不再只是冬天的专利 标榜一年四季都能玩雪 成功打响名号 不少南方游客慕名而来 让哈尔滨除了有冬天冰雪观光外 更是个消暑的夏都 那我们整个哈尔滨叫冰棚夏都 它是我们哈尔滨整个冬天 是比较有特色的 特别我们冬天的冰雪大世界啊 那我们夏天也有很多的特色 比如我们的太阳岛 鱼童还得经过武藏庙 在这里更可以吃得很愉快 味道鲜美 很好吃 口感不错 鲜嫩 这是中国菜最常见的料理鲤鱼 鱼皮厚弹 鱼肉结实 毫不软烂 在哈尔滨还有独创的鲤鱼宴 我现在切的是鱼筋骨 我把鱼提起来做那个双满鲤鱼 这条鱼能做四尺 油锅炸的鲤鱼浑身精华 简单调味量 锁住鱼肉的鲜甜 全是鱼做的 那这个鱼鱼艳挺好 最好 这鱼艳长长湖的野生鱼 松花江是我们哈尔滨人的母亲河 因为这个鱼养出来 我们吃得特别心里特别舒畅 这是长岭湖上的鱼民 让游客品尝野生鲤鱼院的噱头 标榜现捞现仔现料理 这长岭湖面只有三千摩鱼头 两个相当多的野生鲤鱼跟鲤鱼 鱼民必须前一天撒网 隔天才有办法搭乘小船来进行捕捞 捞鱼 捞鱼 原本只是单纯养殖的鱼民 转个方向提供一条龙服务 如今成功吸引游客到访 外省市的多少人外来住 这旅游旺季的时候确实是夏季 等到冬季冰雪也相当不错 像湖北的渡压区 我们的增加市量量大 黑龙江关关软实力发酵 冬季冰雪加上夏天避暑加持下 去年一举冲到1.45亿人次 比2015增长11.5% 所创造的收入更突破1600亿人民币 产值惊人 黑龙江人干脆把这股冷热势力结合 成为拉动为经济成长的资源 预估三年后将更上一层楼 这大陆最北的省份 总给人北大荒的刻板印象 如今靠着旅游实力 正脱胎换骨 开创逆片七十代 欢迎回到海峡拼经济 共享经济之后 现在大陆最热门的投资话题 是无人商店 包括各大创投 还有大陆电子商务龙头马云 都积极投入 而这种只剩一个贵子的便利商店 在大陆遍地开花 但是不聘店员 全告科技的便利商店 商机何在呢 少了人与人互动的交易方式 真的会成为未来主流吗 接着带您到北京现场之急 北京一座梦想之都 两千多万人在这里 为了生活和理想打听 而且两千多万人的生活需求 也推动这个城市的技术 滚滚向前 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我有点饿了 这是白领最日常的生活 下午总要一点零食点点味 不过林小莲和杨桥桥比较省事 想买零食只要点点手机就可以了 手机淘宝上面买上东西 然后给你送货 然后我这个是手机上面买好之后 然后我可以自己去取货的 到过手机下好单付好款 到楼下的无人便利店取货就好 机器人早把货品 放在对应的柜子里 安全又方便 省去了我们 就是在平常便利店 就是什么挑选 那些东西的时间 我们可以直接在网上边 直接就是用上一两分钟 就可以选好东西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无人超市逐渐成为大陆投资的新风口 淘宝 哇哈哈 永辉等重量级企业 都开始投资无人超市 技术上也各有不同 其中这家采用封闭式的香柜 考量的是实用功能 在你下单之前 你是接触不到商品的 那下单之后呢 机器人把它放到这个格子里之后呢 你是支付完了 你才能取 王正芳是这个无人便利店的CEO 理工科毕业的他 总有许多超前的想法 不过真正驱使他创业的动力 是来自自己的懒人需求 我有一次呢 请了好多朋友到家里打销牌 一打也打到凌晨一两点 出去转了一圈 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 一直饿到凌晨的五点多 因为晚上买不到宵夜 王正芳决定开发一个懒人系统 一开始他做了一个超大规模的策划 几乎要调动整个城市的物网配送系统 他想要在住家里安装管道 住户只要动动手 各种商品就能够透过管道送到家里 不过最后发现 布子卖得太大了 立刻被打脸 因为这个管道呢 甲方不同意就不可以 城管啊 还有这个规划局业等等 都会踩一把 就婆婆太多 所以实现起来太困难 那我们就做一个中间的方案 就是我不要管道了 我直接给它缩小成一个 共享的一个超市 经过调查研究 王正芳发现 实现无人便利店的环节不少 但是都有现有的技术可以实现 他们要做的 就是把这些技术整合在一起 只是说起来容易 一开始整合立刻遇到各种困难 我发现其实这个还是需要一定的推力的 就是先抵住它 再吸 你现在是用手拿 实际的时候咱是有那个 机械臂是靠近它的 今天要测试的是 机器人的抓手部分 整个超市有多达 三百多种不同的产品 要让每一种商品 都能够乖乖听话到指定地点 就要用不同的机器手臂 因为咱们要兼容不同的这种品类 所以说呢 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解决方案 我会说你要卖一袋大鱼的话 五公斤或者十公斤 那用它可能就不合适 就不合适 就要用抓手 或者用插取的方式去 整套系统由大数据控制 可以准确地知道销售情况 要说缺货很快就能补上 每天早上固定有一次这个补货 但是像平常 比如说某些商品卖完的话 就这个需要去临时去补 甚至还因为大数据的作用 可以带来更多的销售精细 对日期敏感的一些商品 做定期的降价 比如说一瓶酸奶 它的保质期就是十天 那第一天呢 我卖十二块五 第二天我就卖十一块五 第三天我就卖十块五 比我们想象的要好的 就是总是等不到第三天 第二天就没有 根据估算 未来便利零售业 约有四万亿 也就是十四兆人民币的市场 目前连锁型的便利店 只占了一千三百亿 剩下的市场就靠 六百八十多万家 小型的便利店 王正芳把第一个点 设在社区里面 目标就是这些小型的便利店 从五月份上线以来 成绩让它喜出望外 每天的日销 我们跟一个投资人聊的时候 他跟我说了一个素质 说你要是能日销五百 我就下手 然后我这一天就收到一千 九百二十一 特别是记录下了顾客 购买习惯 更让王正芳感到开心 看到零点到两点之间的 单特别多 而且特别大 都三五十块钱的 然后买的是小龙虾 啤酒 然后面包等等 然后我说 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因为很多年前 我在一个晚上 好几个人 十几个人 就是找不到吃的 一直饿到早上五点多 五人超市进入了 人们的事业 先进的技术 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 而这关浪潮之后 谁能够想到最后 鹿死谁手 有味可知 这个地方可有名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大家都读过 这里就是岳阳楼 节目最后 带您到湖南岳阳 一登岳阳楼 来看看诗人的心境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吴雨淑 下个礼拜再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